奈良这边又有古建筑 它是一个公园 在路上又有非常好的红叶 三类场所都齐全的 就在奈良公园这边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狼》的频道 11月下旬 日本关西各个城市 陆续迎来了红叶的最佳观赏期 继续是我为大家带来的 2023关西红叶巡礼 这期奈良天会去到奈良公园 早啊 11月19号的上午10点不到 那然后呢 今天起了一个大早 过来奈良公园这边 想要拍红叶的 但是呢 真的是奈良公园这边的红叶 一波几折啊 原本呢 就是上一次 我们去神户植物园的时候呢 已经说这边是一个渐寝的时间 但是呢 气温一直降不下来 所以呢 一推再推 后来说 11月14号是一个渐寝时间 但是呢 又推到11月19号 然后11月19号 我现在当下呢 又说 11月20号才是渐寝的时间 但我上一期神户视频 已经立下了flash 说这一期呢 要带大家来到奈良公园这边看红叶 所以呢 今天也过来看一下吧 你看现在我路上所看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绿色占比会比较多啊 就是果然现在是像它预报所说的 就是大概是一半是红垃圾而已 所以我估计奈良公园要到10月下旬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我发现呢 今年 嗯 关系这边红叶的一个特点 就是像很多的网上的朋友所说的 就是还没红 已经是好多的叶子已经掉下来 因为这边呢 确实今年 呃 气温不太低的关系 因为最近的一两周才开始变冷 所以呢 呃 好多叶子可能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到 那个气温变红 但是呢 又到了它们要掉落的时间 所以呢 呃 像很多红叶的树 我看见都是树叶是稀稀疏疏的 好多都还没有变红的状态 然后呢 已经只剩下一个树干这样子 确实呢 冬天的鹿长得都很像牛 哈哈 就它们身上那种梅花点 就已经都没有了 大多数都没有 尤其是公路长得特别丑 脚又没有了 然后呢 嗯 因为夏天才会有梅花点 然后你看 就真的很像一头牛 现在 嗯 好难得这里还有一只有鹿角 超有礼貌啊 这只 长得又漂亮 所以超多人喂它的 颜值还是果然决定了一切 那上次呢 在神户片的红叶视频当中呢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去看红叶 百分百能够看到红叶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好时间的一个小攻略 那大家呢 如果是想看回那个攻略的话呢 可以点击回我们神户片的那个红叶片去看一下 今天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奈良公园就正如我上次说的三类的红叶名所啊 奈良这边又有古建筑又它是一个公园 然后呢在路上又有非常好的这个红叶 所以呢三类场所都齐全的就在奈良公园这边 奈良这边其中一个看红叶比较多的地方呢 就推荐大家来到若草山山下这个大草坪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边呢有一个类似于洗水的这个地方 那沿着洗水的两边的岸上呢 都会种植很多很多的红叶所以呢 大家一出站不要顾着喂露 马上先来这边呢 强好位置去拍照 趁着还没有太多人潮的话 我觉得这边呢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其中一个红叶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虽然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红叶还没有到见寝的时间 但是某些角度拍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这边就会变成了这边就会变成了这边 这边就会变成了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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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草山下 这个停车场 这有一个超大的一棵的银杏树的 全变黄的时候还蛮好看的 我记得上一次红叶季来的时候 这边这个就超黄 然后地下室一片都是落叶的银杏 也超美超美 但可惜现在还没到时候 然后呢 刚刚刚那个停车场 再往上一点点的停车场 又有一颗超美的 前面呢就是我所说的那个 拍红叶 非常好看的那个茶屋 你看果然就是 现在还是绿油油的一片 好可惜 为什么 为什么山上反而是没有变红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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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茶屋去往春日大事的路上 也是我觉得拍赖娘公园 相当精华的一条土布路线 表面是宽有少年的 哇塞你看这棵树的这个形态 跟周边的这个环境超配的 然后上面还长满了这种苔旋 这条路超美的 就是春日大社对处有很多这样的灯台 还有红色的春日大社的建筑 再加上银杏叶还有一些红叶等等 春日大社这边呢是因为有一个春日大社的原始森林 所以阳光通常都照不进去 就是现在下午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阴冷 然后呢看到外面有阳光赶紧要走出去晒一下太阳 不然觉得太冷了 现在这片大草原里面好多路啊 也是跟人类相处得非常融洽的一片大草原 好棒 现在还有阳光 好舒服 阳光真的是救了一命 虽然我里面有那个风衣啦 但是现在还懒得拿出来 因为晚上还会更冷 刚刚其实还说漏了一点 就是在赖娘公园这边的看红叶的一个好处啊 就是它另外还有一个动物的一个加分项 就是加持下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路 所以呢配合着红叶拍的话 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拍不到这么独一无二的一幅景致啊 所以呢奈良公园 我觉得也是必须要放进这个红叶明所的名单之一啊 而且是无可取代的这个加分项就有好多好多的路 那可以呢就是让整个红叶拍车的画面 会更加生动更加有这个灵气 好了这次关系红叶奈良片就分享到这里 补充一个我11月23号路过茶屋时候拍下的片段 明显比我上星期来的时候要变色了 估计过几天会全部变成红色 下一集将会去到一个看红叶超人气的城市京都 我会精选几个交通方便的红叶名所 来看看今年的红叶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麻烦帮忙按赞留言和分享 给我一些鼓励 喜欢日本生活和旅游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的影片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猫五郎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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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